好來介紹這個 合金重構系列的 戰霜 大迷石 我真的覺得這種 中間一點然後又 毫無邏輯的名字真的很尷尬 那個合金重構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你們的命名 美學啊 他的英文是Grey Raven Raven應該是度鴉的意思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中文 會對應到戰霜 怕迷石真的是很不懂 然後他 底下這裡又叫做 露西亞深紅之淵 所以 到底什麼意思 是戰霜怕迷石 是他 合金重構底下的一個系列 然後這個人物叫做露西亞 一點深紅之淵嗎 就當作是這樣吧 英文是Crimson Abyss 深紅的 地獄深淵 好側面長這樣 背面長這樣 來看玩具本體 打開盒子以後 他是兩層西數還有說明書 這兩層西數 一層是人物跟他的配件 第二層是他的支架地台 好地台長這樣 就是 根部這裡可以轉 可以旋轉 這邊也可以轉 這邊可以左右旋轉 不過這個旋轉的關節比較鬆 很容易一摸就掉 所以我感覺這個 支架也是比較不可靠 因為他 這個我實在是覺得他太鬆了 可能是這個 這個裝作的不夠長吧 感覺他支撐力到不是很夠 倒是地台本身 他會有一些可以展開的結構 像這個 是可以拉出來的 拉出來是一個小抽屜 裡面就可以收他的配件 再來底下這邊也都可以翻開 翻開也都是一個小抽屜 就都有這些空間可以收納 呃我們的多餘的配件 算是還不錯 本身他也是蠻好看的 就是透明零件 再搭配這個消光的顏色 磨砂質感 我覺得質感算不錯 再來背面這裡有 戰栓怕迷失的 明文 也有合金重構的明文 任務本體長這樣 非常正點 欸不知道是當時 他們官圖宣傳的時候 沒有著重在這個點 還是我眼瞎 總之 我是收到實體玩具以後 才驚覺他衣服 這裡竟然是用布衣的材質 所以他這件外套 非常正點 尤其是他背後的這邊 這個感覺很像 進擊的巨人的那個徽章啊 然後背後這些 細節表現 然後他的這個 好像有點被燒破的 破洞的表現 再加上整個 漸變色的顏色變化 都很漂亮 袖子這邊的 這個縫線啊 折奏啊 這些細節都很棒 然後配合他的這個 披風 圍巾 是塑膠的 但比較可惜的就是他這件衣服 這件外套本身他裡面沒有買鐵絲 所以雖然他造型細節真的是很正點 但是他是沒辦法拿來凹一些譬如說飄揚起來的造型動態是擺不出來的 他就只能隨著你人物的本體去動 然後 我們的主角眼睛非常有特色 他 左右兩眼顏色不一樣 右眼會感覺有點類似妖魔的眼睛那樣子的 一個 尖尖的眼瞳 然後 左眼是正常的眼睛 這裡還有一塊不知道想表達什麼 嗯 真的不知道想表達什麼 那除了這一件很正的外套 裡面也還有這個塑膠的衣服 裡面這一件的細節表現也很精彩 這邊有兩個大口袋 但很神奇的是 到了他的下半身就 彷彿完全沒穿 他的左腳這裡 不曉得算是繃帶還是 木乃伊的布條之類的東西 然後右腳是完全沒有 那他的 呃 左腳這邊 還有 整條右腳 就都是 矽膠的材質 就跟之前的那個威士忌酸一樣 他這邊的表現就是 狠色狠色 不過 呃 我手上這一隻 不曉得是通病還是 我有中獎齁 就是 戰雙帕迷石他的 這一隻右腳在彎曲的時候 只要你彎折到極限啊 就會感覺這裡 齁 他內部的骨架好像感覺快要戳破他的膝蓋了 所以這一隻 呃不要說彎到極限了 其實我覺得就算是 只彎到這樣 只彎到90度 這裡其實就已經可以看到他裡面的 呃那個灰黑色的骨架零件了 所以這一隻是 是 比較怕如果你把它彎到極限角度 然後擺長時間的話 這個矽膠應該是會破 所以建議他的右腳就讓他盡量是打直狀態就好 他的右腳因為整隻腳都是包膠的 所以他在轉腿部的平轉的時候 也會感覺轉不太動 因為 一來是你沒什麼地方可以捏 二來是 二來是這個矽膠是會這樣轉動的 所以你 呃也不太清楚他內部的骨架到底是有沒有轉動到 不過從這個手感感覺應該是沒有啦 所以他的右腳會比較沒辦法擺出那種 呃 就是你腿部往外彎掉的那一種動態的感覺 可能只能靠他鞋子這邊是硬塑膠來表現 那左腳呃 從這一節開始就有平轉關節了 所以左腳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膝蓋是兩重關節可以彎折到這樣 腿前踢 可以踢到 呃 還算不錯的幅度 不過這個 關節手感確實也會感覺比較可怕一點 側踢 可以踢到這樣 就是他腿前踢以後 呃 你就是再把他 直的往上扒以後 你就是再把他直的往下放 那如果覺得關節角度不對 就不要去硬轉他 這個骨架包矽膠 然後 看不到他裡面關節的狀況 真的是在把玩上比較可怕一點 然後他在身體軀幹中間這邊有球關 前彎的角度是這樣 後仰的角度是這樣 那我這一隻 我手上這一隻 另一個遇到的問題是 他臉部這邊這個關節很鬆 這一塊我也是感覺是一摸就掉 呃 所以這一隻整個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他的這一件布衣的質感表現 那除了這個布衣的質感表現以外 其他的我就都覺得 呃 就是像他的腳這邊這個問題啊 還有他臉這個問題 都讓我覺得把玩起來有點怕怕的 那 呃 不看這些問題的話 人物造型是很帥氣啦 頭部 關節的配置 低頭 可以到這樣 抬頭 就幾乎沒辦法抬頭 因為會被他後面頭髮的造型擋住 那他後面頭髮也都可以感覺到他內部是有做關節的 所以頭髮是可以這樣上下調整的 但是因為面積太大了 所以 呃 這個上下調整 對擺動作的幅度幫助有限 然後他耳朵兩邊這個 很像天線的 零件也是可以旋轉的 不過他 這邊尖端 又細又尖 而且他應該也是比較硬的材質 呃 把玩的時候要小心 這個應該是一凹就斷 然後 手臂 可以 平台到90度沒有問題 好上下轉動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 也有平轉關節 手肘兩重關節可以凹到這個角度 好那手腕是一個內轉輪 腳踝也是一個內轉輪 好那這一隻外型上 欸 就這樣吧 齁 我覺得他的腿太細長啦 就是如果照正常的人類比例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他的腿到 就是 呃 直接這樣 齁 這樣子應該會是比較好看的 比較正常的人體比例吧 齁 他多延伸這一層 鞋子的高度出來 我就覺得 這不是長腿美女的比例啊 這是 這是修圖軟體修過頭的人體比例啊 反而不好看 齁 那 呃 我印象中 威士忌酸我好像也抱怨過他把腿做得太長了 齁 不曉得是合金重構的 美術設計的通病 齁 然後他武裝方面附了兩把刀 齁 一把是這樣感覺比較 奇妙的斬擊的刀 然後是很速射的一把 然後另一把就是 這樣 齁 他還有一個機械臂 是從屁股後面這裡這樣一路延伸 然後機械臂他是從這裡去接在屁股後方 齁 那這邊有一個轉軸 然後這邊可以上下轉 這裡可以上下轉 再來 這裡可以內外翻折 這邊一個球關來接刀鞘 但他的這把刀鞘啊 呃 如果看他的官圖的話 刀子應該可以再插得更進去裡面 可是我 然後戳到這個 戳到這個深度以後 他就整個頂住了 那刀子本身他的塗裝是這樣 是非常漂亮的金屬紅 然後也有做這個波浪紋 齁 所以我是 我是 很不捨得 用力搓 把它搓到最極限 就 呃 不要說有沒有可能把這個刀尖弄斷了 光是這個七瓜花我都不忍心啊 所以 我就是只把它搓到這樣 齁就其實到這邊他就已經完全頂住了 你看就是這樣用力甩他都是不會掉的 齁那 呃 如果照官圖的話 他應該要這樣搓到 他應該是可以搓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程度才對啦 只是 只是 我真的是 光是這樣搓 就已經到極限了 齁 包括他的刀柄這些文路 還有上面也有一些文字編碼之類的名文 我覺得表現都是很精彩的 齁那 人物本身有附握刀手 還有這個 揮動的 擺POSE用的手 然後還有附十星的握拳手 齁就是三種手型各附一對總共六個拳頭 再來臉部還有附這樣子的 呃比較順著地心引力往下垂的前面的頭髮 齁像我現在給他裝的是隨風飄揚的頭髮 然後還有兩個臉型 呃一個是比較嚴肅的 生氣一點點的表情 另一個是吶喊的表情 好啊就像剛剛示範過了 要換臉型非常簡單 因為他這個頭基本上就是一摸就掉 好啊那換臉型 扣上去 頭髮 扣上去 齁就可以很輕鬆的換表情了 欸我反而覺得這個版本的臉還比較緊 還比較不會一把 呃好也並沒有是我的錯覺 嗯 好他這個臉型真的鬆緊度有點危險啊 好那呃這個垂下來的頭髮 就會幾乎把他的左眼完全遮住了 所以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預設 玩具拿出來的時候會是這個隨風飄揚的髮型 好比較比較可以兩隻眼睛都看得到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啊 這一隻呃我覺得外型上真的是非常好看 好非常細緻 尤其是這件布衣 好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是他們當初宣傳的時候沒有把這個重點拿出來宣傳耶 背面也很好看耶 然後這一件布衣 不值得重點宣傳嗎 怎麼感覺好像核心重構沒有多認真在宣傳他們的產品一樣 好這個布料的質感非常非常優秀 那他人物本體像這個袖子 好這個袖子把它折起來以後露出來的這個感覺是機械手臂的細節 就會感覺人物很有故事性 好尤其他又兩隻眼睛 呃不同顏色感覺好像他有一點點被惡魔附身 但是只附身一半的這種感覺 好就會讓人很好奇他人物的背景設定 好也不知道核心重構有沒有幫他做動畫還是漫畫之類的去做補完 去擴充他的人物故事背景 好總之我覺得這一隻在宣傳上好像沒有很用力 還是說這是文化差異 因為他是中國那邊的產品所以他宣傳過不來 這就不曉得 那核心重構系列真的這個這個屁屁真的是很色情 只是在把玩跟保養上也要注意就是了 但是撇除掉這一隻撇除掉這一雙腿 這件衣服還有這整個造型設計我真的是很喜歡的 就這樣啊還是想還是真的是很想講一下他這個人物腿太長了吧 核心重構你們注意一下人物比例啊腿拉到這麼長 不會讓人覺得好看的 這誰這誰會覺得這是正常的人體比例 這很明顯就是用修圖軟體修到修到變形了吧 這如果是正常的人腿 這個腳踝 豈不是我兩手一掰他就斷了 怎麼會長這樣勒 這不合理啊 宅男的審美觀不是那麼好糊弄的好不好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